2002年世界杯决赛圈的中国足球队今晚在沈阳乘胜追击 在石江赛第七轮比赛中 他们漂亮的以3比0大胜卡塔尔队 在本场比赛中中国队主力阵容有较大变化 但是他们表现的相当轻松 激战术发挥的非常出色 第12分钟苏茂珍接吴承英开出的脚球攻入一球 为中国队先拔头筹 此后中国队攻势不断 上面场第30分钟 马明宇左路船中给禁区中路的取波 取波一脚怒射轻松把球攻入 这也是取波自石江赛开赛以来第一个进球 上面场中国队以2比0领先 下面场第7分钟 郝海东利用个人速度快速突破 可惜这一脚射门打在了球门柱上弹了回来 第12分钟齐红中场直传郝海东 郝海东利用速度的优势摆脱对方后卫攻入禁区 为中国队打入第三个进球 此后中国队仍有进球的机会 但是没能把握住 而卡塔尔队却越踢越急 一名球员还被罚出场 此战过后 卡塔尔队8场比赛紧击9分出现无望 小组第二名将在阿联酋和乌兹别克斯坦队之间产生 应该来讲我当我知道队队要首发的时候呢 我就想一定要终取能够进球吧 然后这个愿望能够实现呢 我觉得确实确实确实要感谢国大球迷吧 然后感谢一直关心支持我们中国队球的一些球迷吧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今天下午在沈阳结束的中国足协甲级俱乐部第二次总经理联席会上 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严世德就今年假币联赛最后两轮出现的问题发表了讲话 并表示中国足协将重拳打架 在全国人民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 中国国家队通过团结拼搏 终于获得2002年世界杯的出现权 在足球界和全国人民都在为此而欢呼高兴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怀着十分愧疚的心情 在这里研究